那第三個也是這樣 第三個跟什麼從跟比較呢 跟前面兩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要比較 那這個部分比較不好寫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剛剛講的政列 所以呢 我們需求 其實有時候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我會先把那個 我自己個人寫作的習慣這樣 我會先把我的需求寫在註解上面 比如說呢 我第一個我需要一個政列 那我要怎麼宣告 所以我可能剛開始不太知道 怎麼怎麼做了 不過呢 你先把註解先打上去 然後用什麼順序啊 我喜歡用一二三四 反正就 需要的部分就可以加上去 所以呢 第一個宣告一個政列的方法 這個我想應該各位都知道 new一個什麼int的一個 7的話是它的長度 也就是0到6 0到6 總共可以放7個東西 那7的話是它的什麼政列的長度 所以那個 num的那個 .dex的話 它的長度就會是7 那編號的話是0到6 我想這個概念應該大家都有啦 java的這個政列部分 所以我就宣告了 那這個是一個資料我要放的空間嘛 對不對 OK空間有了對不對 再來的話產生亂數 那產生亂數的部分的話 我必須要給一個回圈 如果你不給回圈 你就要重複跑很多程式 所以回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一樣是從0 所以呢 我這邊宣告一個int是i 一般都用i i等於2 然後呢 什麼情況會進入回圈呢 就是當這個i 什麼呢 小於或等於6的時候 其實或者是什麼 小於7也可以啦 小於7的話也是OK的 條件 那它的佈進方式的話是加加 有沒有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應該最基本的回圈 然後它就一直跑跑跑 那跑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產生亂數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max.london 乘上42 那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max.london的說明 裡面基本上 它跟其他語言都一樣 它會產生的值 max.london會產生的這個值 它一定是在0到1之間 0到1之間 但是呢 它會等於0 但是不會等於1 就是小於1的1 比如說最大值是0.999999 所以0到0.999之間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乘上42的話 會產生什麼值 就是0到多少 0到41嘛 對不對 0到41 所以0到41之間的話 那我們要產生的數 是1到42 所以怎麼辦呢 加1嘛 那加1的話就會變成說 好